一出生 我的重力就和普通人不同 你跑吧 你玩飘出去了 每天起床 我肚子从天花板上醒来 由于没有重力 在公交车里车一开 我就会乱弹受伤 为了强迫我读书 我妈把我挂在车路被算许 学校在天花板给我安装一块课桌拼命学习 阿花 你的相比心又掉到我头上了 无论去哪儿 我肚子被绳子拴着 有一次 我妈聊天的时候 把我忘了 我越飞越高 飞进了机遇 晕到一阵天雷 差点要了我的命 哇 我可以背着特制的钢铁背心 这样看起来就能和普通人一样 在地上行走 但是 先生 我十公斤的背心 都阻止不了我儿子上天 影响学习呀 你儿子反重力的力量太大 现在科学解决不了 预计三天后就会飞出大气层 老师后就在身上背着鸭鲁借地上天啊 于是 虽然人们纷纷跟我告别 给我背上食物和水 送我上天 孩子 在天上别忘了把作业做完 飞进不能落后啊 我越飞越高飞过了最流层 平流层 天上越来越冷 正当我放弃希望时 这种高空怎么会有机魂 还有这种事儿 重力机魂代替了你的心脏 你在说什么我怎么不懂啊 强行拿出机魂你会死的 这样吧 我把一部分机魂的能量分给你 不过从今以后你得帮我做事 我感觉自己逐渐能支配一种力量 孩子你回来了 作业做完了吗 不 从此以后我的命运 我自己做主 我oue 我 我是 我 我 我 谢谢大家